典型建設來看到鹿港町負行路是頂面兵商時 正在通行的主要道路之一 也是UK出頭的部型路段 自100 年度開始進行物水公算 和貨水下水度改善工程後 地數道路的路面狀況是真不好 為了要來維護道路的品質 鹿港町公所是來進行點跟路頂埔的作業 頂到科技鋒 高河災起時 也鑽港町奧現場 關心這個西港的狀況 負行路路面靠著頂部工程頂頂頂科技鋒 特別來到現場 事實工程的品質和制度 負行路連接海洋路和路草路 鑽灯三百十二公斤的路段 自一百十年開始 進行過物水珠公算的工程 擁護接鋼港町就在邊桿山 負水下水度改善工程 少年頂來進行 現在工程都完工路 為了要來維護到道路品質 工程是來進行到道路頂埔的作業 為了在我們六港的負行路 以及海域路 以及六艘路 我們一百一十年 我們陸續來做污水主幹道的一個工程 以及我們頂竿線下水道的一個工程 可以說在港町已經陸續已經完工 所以這個路面上也要產生比較沒有平整 我們工程也要整個來做這個跑步 可以說跑步完之後 能夠歡迎我們使用人得行的一個安全 完工之後 可以提供給鄉親和UK 一條安全屬性邊境的道路 大中華新聞 林國英六港財訪報道